画面上是小爱爸爸基隆市长谢国良来到百福国中担任一日厨工为学生打菜 现场陪同的有教育处长刘美兰跟前议长蔡旺连等贵宾也一起来为学生服务 市长和学生们一起共进营养午餐 尤其近来各项食材物价飞涨 为了维持营养午餐的菜色品质 市府也将于112学年度起加码补助营养午餐费用 今天来拜访百福国中然后跟他们一起来吃他们的营养午餐 其实很健康也很丰盛 那当然市府最近也有在这个营养午餐涨价的过程中 由政府来吸收我们不加价 但是希望让孩子们吃得更营养更健康 这一点我们会继续的努力来做 那也能够让食材的一个品质的部分 透过我们局处之间的一个合作 我们能够被完整的被守护着 那我也要特别谢谢我们营养这边的一个方法跟协处 对于教育的支持 那我们可以一路的往前 谢谢所有的那个允愧的还有小朋友 你们的认真 期待透过我们一起的努力 把我们的基隆营造又美好又可爱 最重要的是有爱城市由我们做起 改变基隆 秋莫白市 另外百福国中最近也荣获第十二届全国公民行动方案竞赛全国第一名的特优奖 市长谢国良仔细听取同学们的简报 恭喜他们获奖 大家一起来讨论百福车站附近的照明问题 看他们运用很有系统的方法 先厘清主问题 思考到解决方法 然后最难能可贵的是 用游说的方式 一步一步的汇聚地方的共识 然后慢慢的把他们想要推动的事情来完成 我觉得这一点是让大家 从国中开始就可以学习到 这个公共政策建构的过程中的这种公民参与 真的是很了不起 听了都觉得非常的感动 所以谢谢陈校长 今天有机会让我来跟大家一起吃好吃的营养午餐以外 又可以来跟大家谈谈公共政治 市长谢国良强调 市府会持续努力把关营养午餐的品质 也再次肯定百福国中的学子们 透过课程学习 积极参与公民议题 关怀在地的这份用心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字幕中文明文静